和高血压到底有没有关系 这个在医学上 尤其是高血压领域 一直是大家比较关注的话题 最近呢 咱们国家高血压领域的顶级专家 孙宁玲教授呢 也组织了一个医生参与的 自发参与的一个实验 这个实验呢 旨在是我们自己的 这个医生 愿意参加的这医生们的 充当小白鼠 来吃更多的盐 大家看啊 我这是盐胶囊 咱们这个盐呢 已经被装到这个胶囊里了 装到胶囊里呢 每天坚持吃三克盐 这是四颗盐胶囊 早中晚三餐吃 然后呢通过来 收集我们的尿液 这是张大夫要收集 这尿液的尿管 收集我们的尿液呢 以此来评价 这个吃盐多 是不是导致高血压 同时呢 还要评价 对于我们现在有一个 叫做点尿法 就是通过你测量尿钠 尿基干 结合你的年龄 体重性别 来算出来 你每天吃了多少盐 有这么个公式 我们通过做这个实验 还要来校正这个公式 一天流的尿 一会儿我要放到 这个小尿管里 然后保存在冰箱 其实啊张大夫挺愿意 把自己的身体 作为小白鼠 来做这个实验 为什么 因为我也想通过 我身体的变化 唤起那些吃盐多的朋友 比如说 我们现在装了四颗胶囊 这一天是三颗盐 多吃三颗盐 我的老舅 我给他做过检查 他一天能吃 这种小袋的盐 吃十大 他一天的食盐摄入量 再三十克 也就是这种盐胶囊 他要吃十大 大家可见 咱们基层的好多人 吃盐之可怕 通过我自己做这个实验 包括孙宁宁主任 身边我们好多的医生 做这个实验 通过我们自己来验证 吃盐和高血压的关系 同时呢 给大家呈现一个 更加准确的计算公式 我相信呢 这也是我们生命的 意义的一部分 也希望呢 医生的努力 没有白费 为此呢 咱们也唤起那些 严敏感性高血压患者呢 平时注意 少吃些盐 就像我老舅 一天三十克盐 这不得吃十袋 这种盐胶囊 你说他那高血压 跟盐有没有关系 我说有很大关系 他要少吃点盐 他那个酱压药 能减一减 以我老舅为例子 让更多的人 能够看到 自己生活方式的不健康 能够去改善 同时呢 能够让寿命和身体状况更好 寿命更长 行了 今天唠唠叨叨 跟大家说了这么多 也希望我们做的这个实验 后期结果 我会公布在 这个平台上 然后大家呢 留心关注 后期公布的时候呢 大家看一看 这样的话 对自己有个警示 希望今天视频 能帮到更多的人 大家关注健康 关注张晋英大夫